他爱上一个已婚男人 当他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对方时 回馈他的却是男人无情的抛弃 自此他的内心充满仇恨 堕落只是他报复的开始 他就是德依 德依生活在一个古朴的乡村小镇上 他在游乐场当售票员 与哑巴母亲相依为命 他本可以过着平淡安逸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一个西装革履 满身文学气质的男人 闯入了德依的生活 打破了那份平静 这个男人就是沈学魁 是一名国文系教授 女大学生举报他性骚扰 因此他被贬到乡下任职 出道这个小乡村的学魁 心情十分压抑 他一来到乡村 就遇到了浑身散发着 淳朴气息的德依 他被眼前这个质朴的女子所吸引 这是有别于浓妆淡抹下的朴素淡雅 眼前这个不争世世的女子 温暖了他的心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 虽然没有交流 但在神情交汇那一个 就注定了他们之间会有解不开的缘分 第二次 来人在游乐园自动贩卖机前相遇 德依了解到 学魁是来这里为中老年人教学的教授 一听教授 德依立马对眼前的男子肃然起敬 镇上还从来没有来过一位教授呢 这之后 德依对这位教授充满好奇 为了接近学魁 成了他的学生 课堂上 学魁读着文章 走到德依书桌旁 用指尖敲打着桌面 这一举动 撩拨着少女的心 引着他内心悸动 从那以后 陌生的两人渐渐熟识 德依会偷看在酒馆里毒啄的学魁 也会在晚上梦到与学魁约会 一日 德依锁好游乐园的门准备离开时 学魁走了过来 跟德依聊起天 看着眼前侃侃而谈的少女 学魁的心里有股热浪在涌动 他从包里拿出来一个小酒壶 闷了一口酒 仿佛这样才可以压制内心的躁动 德依被学魁手里的酒壶吸引 他毫不客气地跟学魁要来酒壶 喝了一口 酒味太苦 他被呛到的那一刻 显露出了一股娇媚 学魁被这一幕吸引 于是带他去了酒馆 喝酒时 他的眼神无法从德依身上移走 这个女孩已经渐渐吸引了他 两人聊起学魁的过往 他什么都没做错 却被发配到这个小镇 指引身边人嫉妒他的教授身份 而给他泼脏水 德依就这么听着他诉说 学魁一阵感动 在他曾经生活的地方 没人愿意听他解释 更没人相信他说的话 就在这时 学魁女儿打了电话 想让爸爸现在回家 学魁注视着对面的德依 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学魁匆匆赶去公交车站 乘坐晚班车 他没有对德依隐瞒他已婚的事 学魁临走时 德依突然开口挽留 可学魁还是上了车 德依则失落地独自离开 车子没走多远 忽然停下 在车子离开后 那个熟悉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德依面前 学魁为了德依选择不回家 他把德依带回了自己的住处 两人在欲望召唤下 做了出格的事 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一天夜里 两人来到游乐园 伴随着点点微光 他们坐上了摩天轮 随着摩天轮慢慢的升起 两人之间的欲望 也随之高涨 包厢里干柴烈火的两人 沉浸在情欲里 无法自拔 包厢外巡逻的警卫 则看得一清而出 第二天 有关两人的闲言碎语 顿时在村里传开 德依的妈妈 无意中得知这件事 她的心情沉重起来 不希望这是真的 对于这一切 德依并不知情 她还光明正大的 跟学魁一起去城镇逛街 学魁为她买了很多东西 他们把情侣该做的事情 都做了一遍 画画 吃饭 逛街 在花下漫步 这一刻 德依觉得 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两人回到住处后 又是一场极其震撼的 雨水之环 激情持续了一整夜 这是德依第一次流宿在外 此刻 德依妈妈终于相信了 村里的传言 事已至此 她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挽回 全然不知的德依 此时正慵懒地 趴在学魁的床上 看着她的书 她突然读到 清脆的阳光 犹如爆竹般 洒落在她的发丝上 她说 她很喜欢这句话 学魁并没有回应什么 学魁 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她专程来这里 告诉学魁一个好消息 学魁约她在酒馆碰面 原来有关学魁 性骚扰女大学生的事 被澄清了 她可以复职了 洗刷冤屑的学魁 立马回去收拾东西 她一直不住内心的激动 迫不期待地 想要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仿佛在这里的一切 都以烟消云散 包括德依 直到德依找来 告诉她自己怀孕了 她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她带德依打掉孩子 手术后 德依已经十分虚弱 此刻她要多狼狈 就有多狼狈 教授却依然想着回首尔 抽出了被德依紧握的手 晚上虚弱的德依被咳醒 她猛地喝光了杯子里的水 然后拿起枕边的手机 发现有15个 来自妈妈的未接电话 此刻她或许明白了 自己对学魁来说 只是她困顿时期的 一个玩物罢了 最关心她的只有母亲 而学魁只留下一句 让德依等她的联系 离家一段时间的学魁 终于回到自己的家 患有忧郁症的妻子 对她疑神疑鬼 总感觉她要勾一女学生 此刻她每天都要靠药物 来控制自己的病情 学魁温柔地照顾着妻子喝药 喝完药妻子安静了许多 看到妻子的模样 学魁一点的心疼 看来学魁和德依之间 注定是没有结果了 回到家后德依 一直都没有等到学魁的联系 她不想再等下去 于是精致地打扮了一番 跑去首尔找学魁 这一次她一定要从学魁那里 要个答复 学魁一看到德依 就像做贼般的 把德依拉到一边 然后承诺德依 过段时间一定会去找她 看着德依离开的背影 学魁这才放下心来 母亲在德依做完人流后 就一并不解 这天晚上 德依正在监狱 她透过窗户 正好看到了来找她的学魁 还没来得及关火 就跑了出去 然而面对她的 竟是一个装着钱的信封 德依顿时知道了 眼前男人的意思 学魁想用钱来封她的口 德依不甘心 她双手还住学魁的脖子 想继续用身体留住她 可这次 学魁学一把将她推倒在地 与此同时 德依家突然着熄火 德依妈妈因病无法动弹 又因她是哑巴 无法呼喊救命 一时间 全都乱套了 学魁的女儿 呼着打电话 让她赶快回家 同时 发现家里弑火德依 像疯了一般冲向屋里 此刻 房子的火势越来越大 学魁大声嘶吼着 让德依不要去 却得到了 德依满是恨意的眼神 无奈学魁只好打电话报警 但接通电话那一刻 她彷徨了 而此时 德依已经冲进了火海 还看到妈妈向她挥手 示意她赶快离开 就在这时 火警到来 邻居请她们赶快去救德依母女 而匆忙赶回家的学魁 一到家 就急忙喝了杯酒来押金 女儿告诉她 妈妈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到现在还没出来 学魁立马找出钥匙打开门 然而却晚了一步 她的妻子自杀了 这天晚上 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学魁的妻子自杀 德依加失火 跟学魁有关的女人都出事了 明明学魁也有错 为何出事的都是女人 八年后 学魁的事业蒸蒸日上 她的小说十分畅销 经过八年前的纳斯重创 学魁这些年已知自甘堕落 她不仅沉迷于赌博 还经常流连于风月场所 她每日每夜地 享受着肉体上带来的快感 以此来麻痹自己的感情 也因为她过度奢靡 导致她患上糖尿病 进而引发了病发症 学魁的双眼已经无法聚集 视网膜也在逐渐坏死 照此下去 学魁迟早会失明 或不担心 她赌博的事被校长知道 为了学校的声誉 只能将她辞退 更糟糕的是 她将大部分积蓄投资给熟人 没想到对方亏本 直接逃到国外 这使得学魁更加烦躁 终日用酒精麻痹自己 以至于她的视力越来越差 几乎越看不见 学魁最在意的就是她的女儿 然而女儿一直都没有原谅她 但女儿眼里是她害死了妈妈 所以女儿这些年一直都很叛逆 也正因为如此 女儿被回来负责的德伊钉上 德伊先取得了女儿的信任 然后在得知学魁的眼睛不好后 又装作给女儿送泡菜饼 来到学魁家 此时的学魁已经看不清物体的模样了 所以她没有认出德伊 进屋作客德伊 故意读到那句她喜欢的话 清澈的阳光犹如爆竹般 洒落在她的发丝上 一旁的学魁突然愣了一下 之后的日子 德伊留在学魁身边悉心照顾着 带她就医 帮她打小说 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两人一直住在一街 女儿察觉到两人关系不一般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一次看完病回家的路上 学魁突犯毒瘾 德伊只好带她来到地下毒场 然而普通桌已经满足不了学魁 她来到了下注更高的VIP房 没想到却说个精光 不甘心的她向毒场借钱 并在字句上按下手印 很快讨债的来到家里 女儿见到讨债者内心很是恐惧 向信任的德伊诉苦 从小失去母亲的她 心里满是伤痛 长大后遇到了如母亲般温柔的德伊 她全心全意相信和信赖着她 混混们隔三差五来到家里 还把学魁暴打一顿 混混们强行让她在女儿的卖身器上按手印 用以抵消债务和换取足够的手术钱 学魁本以为自己可以进行手术 可德伊告诉她 混混给她的钱根本不够手术费 她被骗了 学魁这才想到要找女儿 看到学魁抓狂 德伊得逞地笑着 这就是德伊的第二个计划 要毁了学魁的女儿 让女儿被带走随便揉泪 六个月后 德伊依然在学魁身边照顾 会在泡菜汤里放入垃圾和烟灰 终于她再也忍不住 说着自己原来是位游乐场售票员 有个未出世的孩子 哑巴母亲被火烧死了 此刻学魁才确定 一直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的 就是那个曾经被她伤害的德伊 学魁对德伊充满愧疚 这段时间她察觉到身边人就是德伊 但没有挑明德伊的身份 因为现在她非常享受 跟德伊在一起的日子 她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德伊了 这正是德伊报复她的手段 先让学魁离不开她 然后再伤害学魁 这天晚上 德伊故意在家里 跟学魁的男医生苟且 一是为了通过出卖身体来报复学魁 二是用身体来买通男医生 让学魁的眼睛永远无法恢复视力 那一刻 学魁真希望自己的眼睛 彻底坏掉 转身离开的学魁 内心充满了卑微 很快 学魁的眼睛要进行手术 德伊终于等到这一天 她已经跟男医生说好 要让学魁彻底失明 但同时 德伊又是矛盾的 她的心中对学魁还有感情 会在她怀里睡觉 会陪她散步 就在这时 被困住的女儿突然回来了 原来女儿为了回家 竟然现身给了黑帮老大 一个能当她爷爷的男人 她同样也知道 德伊就是当年 跟她爸爸有关于的女人 她看着德伊身上 被火烧伤的疤痕 理解她对父亲的憎恨 她也曾想过 让德伊做自己的母亲 但如今 她是带着仇恨回来的 她要报复德伊 救下自己的爸爸 女儿在黑老大的帮助下 把学魁救了出来 同时 要把德伊的视网膜 换给学魁 手术前 德伊与一无所知的学魁道别 学魁憧憧着 复明之后的生活 她会继续写书 与德伊重新开始 听到这些 德伊气不成声 她问着 俩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学魁回答 是爱情 只不过那时不得不放弃 学魁为自己 伤害德伊的行为道歉 俩人抱在一起痛苦 却被黑老大的手下 强行迷晕分开 手术后 德伊只能在黑暗中 度过后半生 她坐在长椅上 身旁正是恢复 势力的学魁 此刻的安逸 或许正是德伊想要的 但代价确实太重了 影片中的德伊 由最开始的单纯 变成了最后的复仇恶女 一切的一切 归根结底 都是学魁犯下的错 即便学魁内心深处 是爱着德伊的 她也不该 在自己有家事前提下 去招惹德伊 正因为学魁的招惹 才毁了德伊的一生 一个女人 如果爱上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 最好适可而止 否则受伤害的 只有你自己 如果德伊一开始 就抑制住内心的冲动 选择安逸的生活 或许就不会有 之后那些悲惨 人生中没有几次重来 一步错终会不步错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观众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 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弯弯哟 拜拜